100个W能养多少条拉不拉多 咱们跟着我的镜头往前看 这边我们当地一家非常有实力的老板 这是两层的小洋房 里面全是拉不拉多 跟着我的镜头咱们去里面看一看吧 这边从天门我们进来了 这镇长真是太壮观了 第一次见那么多只 初期的时候 人生了大概有100个W 现在已经算不清有多少 我的天啊 这实在是太残忍了 太生产了 我的天啊 这是双排的 我的天啊 大概现在有500来九个 成年纪 太重了 咱们去产房看一看吧 这老板唯独对拉不拉多是轻油不足 他家的果品质高 但是最重要的是 听说他家的果价格特便宜 小公仔都只贷几百分 看看这边啊 我的个血 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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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去产房看看他家的果 小果的质量怎么样 产房太多挑个小的看一看 我的天哪 这边这是 呦这是黑色的 这是老板的母亲 正来给小果啊 这是吃什么 维生素片吗 咱们来看一看啊 我的天哪 这里比刚刚要好多了 刚刚实在太吵了 这是一窝 还没有满月的 我估计大概在一个礼拜左右吧 咱们再往前看看啊 这个已经拿出去了 哎呦那下面的果实在太多了 这边有一窝黑色 神犬小妻 拉不拉多 呦这里面还有 还有几只白色的在睡觉 我的天哪 黑白都有啊 再往这边来看一下 呦这还有一只 他家的狗狗 整体的品质倒是挺高的 但价格是真不高 这老板非常的豪爽 你知道吧 这有那个刚刚一个月左右 他家的小果 都是几百块钱 我的天哪 我说你就这种规模 你能回钱吗 不装了 我是一万富 我摊牌了 老板说不在乎钱 在乎的是情怀 我的天哪 咱也不知道为啥 你看这是 4月8号打的第一针 这都是有这个记号的 这是4月8号 都是做好的 哎 看这一只牌正在睡觉 小狗的品质也是挺高 挺好的 长得也是挺漂亮 这种小狗 他家的这种环境 还有投资的这些东西 我觉得都难以成正比 这种小狗 他才要 贵吗 我的天哪 我觉得真是太嫌疑了 他家的狗 实在是不敢想象 主要还是老板厉害 老板有实力 不然的话 你看这小狗 狗妈妈长得多漂亮 可以看一下 怎么就 我发现它笼子里面好多 就两只两只的 这是怎么回事呢 改天我得问老板 什么情况 要么它都是隔开位的 那只好漂亮 在里面看 这种品质的狗 老板才要这个价 真不敢想象 这种质量的狗 如果要是在大城市里面 你每个1Q5 或者是2Q5 我估计是难以逃到 而且他投资铺的这么大 这老板真是心胸 实在是太难以琢磨了 这老板实力太强大了 不为了别的什么赚钱不赚钱 只是因为喜欢拉不拉狗 情怀 这是男人的格局 怪不得这老板能做这么大 这种小狗 这种质量 你们喜不喜欢 下期解密 老板养这么多 到底做什么